本场比赛 中超连续16轮不败 而苏宁方面 由于特谢拉受伤怕莱塔停赛 所以奥拉罗有手上 只有埃德尔和博阿基耶两张还可以打 一前一后的外援缺席 再加上最强有二三黄自昌 被争调去参加亚运会 这也让苏宁的实力大打折扣 比赛进行到22分钟 张希哲就为国安首开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张希哲本赛季斩获的首力进球 随后 雷腾龙接比安拉传中投球破门 帮助国安扩大比分 比赛的争议发生在第64分钟 当时汪松左路传中 博阿基耶进区内投球破门 然而来自韩国的主裁判 在没有观看VAR的情况下 就认定博阿基耶在争顶时 对防守球员有犯规动作 所以判定进球无效 不过从慢进回方来看 博阿基耶在投球时 双方球员手上都有拉扯的动作 而且双方都倒在了地上 不过博阿基耶在摔倒前完成了投球攻门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五五开的球 算不上犯规 看到这一幕 连PPTV解说员也忍不住吐槽主裁判 我想用韩语来形容一下这次判法 搞笑 苏宁的球迷可以记住这位来自韩国的主裁判 随后 放手一搏的苏宁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第七十八分钟 埃德尔禁区底线 回船 制造了一个乌龙球 帮助苏宁搬回一城 不过笑到最后的还是坐拥主场之力的北京国安 最终国安一三比一战胜苏宁 十六轮不败的同时 还恐怖了自己榜首的位置 赛后有球迷认为 博阿基耶的进球之所以无效 是因为他在进球之前有手球的嫌疑 但是主裁判吹博阿基耶犯规之后 并没有做出手球的手势 而是判定博阿基耶在投球时犯规 虽然博阿基耶一再提醒裁判观看VAR 不过裁判却无动于衷 依然坚实原判 从本场比赛的过程来看 这次颇具争议性的判法 很有可能会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VAR一个月内第三次让苏宁吃饼 在此前对阵人和以及复利的比赛中 苏宁都吃了VAR的亏 为此苏宁还向足协申诉 不过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通过本场比赛可以看出 外籍裁判的判罚 不一定就是完美的 有时候外籍裁判还会跟录像裁判 存在着语言上的阻碍 有可能会造成沟通失误和判罚失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想要是更多祝对 从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